现在我们来教一下大家如何换皮带 现在开始 第一步 把血管头上的手柄削掉 同时把血流取出 第二步 卸掉塑料外壳 去掉白色保护罩 测盖螺丝 好 右侧板手下压锁住 取出测盖 松掉 将电机保护盖的螺丝取出 然后将整个电机保护盖 拔出来 就开到皮带了 然后我们把皮带 这个 换掉 装上新的皮带 然后复原 先 注意这个 线的地方呢 在 埃装垃圾 注意 折弯 罩上 保护盖 好 第二步 再 搬下 那个 右侧 把柄锁住 啊 装上 侧盖 然后 松开 嗯 然后就 螺丝固定 基本上这个顺序就可以到这里了 接下去复原就可以了 好 嗯 好 呀 。 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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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